嗨 大家好 我是妮妮 欢迎来到今天的视频 那今天呢又是一支来跟大家聊聊 我最近买了什么样东西的视频 算是一个插播 因为前段时间我不是去西雅图 还有波特兰玩了嘛 但是那个vlog呢我还在剪辑 因为素材真的非常多 然后回来之后呢又发现我收到了很多的包裹 我本来是计划跟大家拍一个穿搭视频的 但是我有考虑到说 如果每件单品都非常细致的来跟大家聊 然后又是一支穿搭视频的话 可能会太长了 所以我就想说在这之前 先跟大家细致的聊一下 我对你收到的这些单品 那首先跟大家聊的三件单品 都是来自同一个品牌的 也就是Le Mer 我之前有专门跟大家拍过一支品牌故事 介绍他们家嘛 那这个就是当时下单 那这三件单品呢 其实有两件都是汤圆的衣服 也就是男装 就发现他们家男装的品质 比女装的品质还值得推荐 还要好耶 尤其是这件内搭 因为它的料子用得很好 当时我看配料的时候 就是百分之百的纯棉的 我就想到可能跟它的女装 装的那些料子差不多 结果收到之后发现 它的整个光泽度 然后细腻的程度 都不是属于我们平时会见到的 纯棉的材质的感觉 大家从视频里面 应该就能够看到 它这件纯棉衣服的 那个光泽的程度了 就摸起来非常舒服 所以你穿在身上的时候呢 整个轻浮感也是非常非常好的 那另外还有一件 是给汤圆买的一个T恤 因为汤圆平时在家里面 就穿T恤比较多嘛 那接下来另外一件单品呢 就是在Lemec他们家买的一条丝巾 这个丝巾是汤圆看到的 当时汤圆看到这个丝巾的时候 就立马让我来看 就是我们两个就火速下单了的 其实这个丝巾 我不打算把它当作 正儿八经的丝巾来使用 我是想要把它框起来 当作是家里面的一个挂画来用的 那这个丝巾呢 其实是Lemec和一个艺术家的联名系列 那这个艺术家的名字呢 是叫Joseph Yacom 其实我们在看到这个联名系列之前 我是不认识这个艺术家的 但是当时看到这个联名之后 就非常喜欢它上面的这种印画嘛 我觉得整个色系非常的好看 是属于在我审美范围内的作品 那这个艺术家他的画作 我觉得就非常像 我们之前住在纽约的时候 去看过的大都会博物馆的一次展览 当时展的那个画家呢 是叫Alice Neal 他的画作和这个Joseph的很大区别 就是在于说 Joseph是专门画风景画的 那这个Alice Neal呢 他画的大部分都是一些人物的肖像画 但他们整个画风 我觉得都很类似 尤其是他们的配色 都是选取的那种 有点偏Lemette他们家的配色 就很舒服的一些墨蓝笛色 整个色系搭配起来 又很温和 又很成熟冷静 并且非常的耐看 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单品呢 就是我自己认为的 一个秋冬季节的必备 因为进入秋冬季节的时候呢 像我们这种脸盘子比较大呀 或者说如果你是原身体 或者说你自己胸部比较大的女生 你在秋冬穿衣服的时候 会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嘛 就是如果你去穿这种 相对较为宽松的毛衣 或者说卫衣的时候 会很容易显胖 而且会很容易显得虎背熊腰的 那这个解决方法 我之前已经跟大家聊过很多次了 那就是要去选择一些 无缸圈的内衣 因为只有穿这种 无缸圈的内衣的时候 它才不会对你的胸部 有一个push up的效果嘛 那它会看上去比较平一点 那我们的侧面就会比较薄 人看起来就会比较瘦 之前就有跟大家推荐过 一些品牌的无缸圈内衣嘛 就有聊到 我也非常喜欢内外他们家的无缸圈内衣 Barely Zero的那个无缸圈内衣了嘛 那款就属于那种又好穿又舒服 而且你怎么洗它也是不会变形 最近他们家又出了一个新款的 这种搭扣款的 因为之前的那款 就属于你要套头这样穿上去的 然后肩带也是宽的嘛 但是这个新款呢 它就出了一个后面有搭扣的 我觉得比较适合说 你不太喜欢说那种 套头去穿内衣的朋友 因为有时候套头的话 你脱的时候可能会不方便嘛 那如果你就喜欢搭扣款的话 这一款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那他们家的这个 Barely Zero系列 我觉得有一个我非常喜欢的点 就是在于说 他们的面料设计的时候 它是去平均的压力的 因为看它这个料子 你会发现它是有点像 有那种水波纹的一个痕迹的 而且你摸起来的时候 也是有一个立体的线条的 也就意味着 你在穿的过程当中 你的这个压力是会被平均分散的 那这一次在看他们家新款的时候 我还发现了内外他们家的一个宝藏 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单品是我之前从来没有跟大家聊到过的 也就是内外他们家的这个生理期内裤 因为一般我们生理期来的时候 或多或少都会有那种侧漏的问题 尤其是第一天的晚上 那它的这个生理期内裤是这样设计的 就它看上去的时候 就是一件很普通的内裤 但是它在这个内裤的中间呢 设计了很大一长条的一个加厚 而且它的这个加厚是有好几层的 有不同的作用 比如说跟皮肤接触的那层呢 它用的就是百分之百纯棉的 可以保证说有抗菌的作用 而且会比较轻敷嘛 那中间还有两层呢 是属于做的吸水和防漏的 反正我现在在生理期的前两天 我都会穿这个内裤 就完全不用担心有任何侧漏的问题了 我就觉得真的是超级盛心 那这一次我在逛内外的时候 还发现了他们有出很多 除了内衣以外的一些服饰类单品 比如说有居家服 还有一些健身服 我就想说尝试一下 他们家的这个健身服 我就买了一条他们家这个legging 那这个legging 我觉得最大的特点 还在于说它的面料 就它的这个面料 是属于那种非常非常柔软 然后舒适很轻肤的类型 就你穿上的时候 你会觉得说 它是在很温柔的包裹你的全身 就是跟你的皮肤的接触 都是非常非常舒适的 然后我穿着它去健身的时候呢 我觉得它也要比我其他的legging 你要更加吸汗一点 就如果你流汗的话 你也不会说觉得会冰 就它一下就吸汗 然后排汗出去了 而且再加上这个legging 它的整个长度很合适 就大部分美国这边的 一些运动品牌吧 就它在设计裤子的时候 我觉得有时候 长度有点过长了 但这条我穿上的时候 差不多就是八九分的一个长度 然后我再穿一个袜子 把它罩上 这样就不会说太长 然后堆在脚踝那边 反而显得腿蛮短的 那接下来呢 是两件上一也是来自同一个品牌的 也就是Fabric 我之前已经跟大家聊过很多次 这个品牌了嘛 这个品牌是通过和全球知名的设计师合作 去做出一些限量的联名作品 并且它们的定价还会是 这些设计师本线 或者说它们本来品牌的三分之一 甚至更低 也就是你可以以一个很低的价格 买到很知名的设计师的作品嘛 先跟大家讲这件毛衣吧 我记得去年的时候就有跟大家分享过Fabric 它们家的一件白色毛衣嘛 就是这边有开口的那一件 那一件也是属于我真的非常喜欢 然后经常在穿的 就是很实穿的那种设计 就看上去很简约简单 但是你穿上的时候呢 它又有设计感 而且它的这个设计感 不会让你觉得说 好像看两遍 或者你穿两遍 就不会想要再穿的类型 那么这一件白毛衣呢 我觉得也是非常像 我去年跟大家推荐的那个设计的 那这件毛衣是Fabric和Naira Kachatran 联名合作的 那这个设计师呢 他是属于时尚针织领域的一个专家 最擅长的就是针织的特殊技术 我当时看到这件毛衣的时候 其实主要被吸引的 就是它的这个立体的针织技术 我很少在其他品牌里面 能够看到这样的技术的 那像这个立体编织的整个概念 我觉得经常会出现在建筑上面会多一点 比如说是像北京的水立方的那个建筑 也是属于那种整体啊 都是利用重复的一个立体的线条 去做出一个比较独特的感觉嘛 我记得CDG就是会经常去玩 这种立体的编织概念的 而且也因为它这个立体肌理啊 我发现上升之后 会比你平面看到的时候会更加的好看 因为它这个立体肌理会有这种凸起嘛 就是会有一个线条出来 比如说在袖子的部分 它还会有一个很好看的弧度 也就是一件穿上就很不一样的衣服 而且它的这件毛衣的料子也很好 它的面料是百分之百的绵羊毛的 就很像是我去年跟大家推荐过的那件毛衣 就穿上的时候非常的轻肤和保暖 你也不会担心说这件衣服就是一件很好看 但是却一点都不是穿的衣服嘛 因为我觉得冬天买毛衣 最重点的还是需要说它能够保暖 而且比较轻肤舒服才行 那接下来的这件衬衫呢 就是当时我在逛Fabrik的时候 看到这个照片 我就立马为之疯狂的 就立马觉得说 这件衣服是我的衣服的类型 它是属于这种渐变色 然后搭配皱褶 就是这种压褶设计的衬衫 那这件衬衫是Fabrik Roderick Rund 他们联名合作的一个系列里面的一件衬衫啊 那这对设计是他们最出名的 就是属于去利用这种简洁的印花和压褶的设计 去设计出不一样的单品嘛 那当时我看到这件压褶衬衫的时候 我觉得它是有去延伸三宅一生 他们家的那种压褶的理念的 但是它有加入更多的一些细节的设计 是属于更时髦 然后更有个性的一个版本 比如说这件衬衫你穿上的时候啊 它就是属于那种收腰的款式 因为它的整个褶会跟三宅一生的那个褶会比较不一样 他们的这个褶我觉得是偏向于会更加的不规则一点 会比较像腐竹上面的那种褶 因为你如果看三宅一生上面的褶的话 你会发现它是有点像风情一样的 就是每一格都很规律 但是这一款压褶呢 它就比较像腐竹那种会有一些弯弯曲曲的感觉 我觉得会更有东方柔美的风格出来 而且也因为它的这个压褶 所以我们穿在身上的时候呢 更加贴合我们的整个身形 所以它在腰部的部分也就会比较收腰一点 而且不同体型的人穿出来的效果也是不一样的嘛 而且再加上因为它的整个印花是属于这种渐变色系的嘛 我觉得在视觉上看起来也会非常的舒适 就属于那种非常耐看的印花 另外这个衬衫它还有一些设计的小细节 比如说它的扭扣这边就选择的是这种珠扣 有点像我们中式的那种盘扣啊 就它直接套在上面那种扣子 而且除了前面这个扣子以外呢 它的肩膀的部分也是设计的这个扣子 你可以自己选择把它解开还是扣上 扣上的时候呢 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件衬衫的版型 但是如果把它解开的话呢 它这边就有点像是一个绣套一样 就像是你的这个衣服是夹两件的那个效果 可以露出一些肩膀的线条 那像这种衬衫的版型在搭配的时候也很方便 就无论是搭配裤装还是在下半身去搭配 A字的半裙都是很好看的 因为这件衣服它本身就有收腰的线条了 你也不用担心说它露出腰线 然后显得人矮的问题啊 种种的这些问题都没有 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 这是来自Petty Studio他们家的单品了 总共有三款 首先想先跟大家聊的是这件毛衣 那这件毛衣我当时看到这个时候 首先是被它的领口吸引的 就是它的这个翻领的部分 那我喜欢这个领子的点其实是有两大点 第一个呢就是它的这个领口做的是一个V领的效果 你自然穿上的时候它就是V领 就非常适合我这种大头大脸的人 然后你整个脖子可以有一个延伸的线条 你看我就穿很多的毛衣 我都会想把这个第一颗扣子解开 可以有一个V领的线条 整个人看上去会更大气一点 就不会显得非常的局促 另外一个我喜欢它这个翻领的部分就是 它是属于这种拼色的翻领嘛 就是在这里做了一个白色的领口 所以你在穿上的时候呢 就会自带的有一个层次感 就会多一些些正式的感觉 而且它的整个翻领设计的也比较大 就是这样平铺过来的 那对比下来呢也不会说显得脸大 一般我在选择 尤其是秋冬天的翻领的时候 我都一定要选择这种大翻领的 如果太小翻领的话 对比起来就会显得好像你脖子点粗啊 会说脸比较大的问题 那这个毛衣整个穿上身的风格 我觉得是偏向于比较学院风一点点的 就因为它这个拼色的翻领 然后再加上它的这个配色嘛 就是属于这种电光蓝配白色 就看上去整个人很清爽 就会有一些些少女的学院感出来 那这件毛衣的搭配方式也很多 就在刚刚是初秋的时候 可以直接单穿 那天气再冷一点的时候 就可以在里面去进行跌搭 因为它本身微领嘛 这边就是露出来的 你去进行跌搭的时候 也可以很好地被看见 就不会说挡住 然后整个人显得更加的局促的那种效果 那到了天气更冷的时候 还可以在外面去搭配外套 而且也因为它的这个翻领 它是属于拼色的效果嘛 所以就算你只是搭了两层 然后把零刻翻出去 它会有你叠搭了三层的一个效果 会比较事半功倍一点 那这件毛衣的料子呢 也是90%的马力卢羊毛 搭配了10%的羊绒 所以穿上的时候也是既保暖又舒服 而且完全不会有渣的情况的 那另外一件Petty Studio的单品呢 就是这件棕色的一个现衣开衫 它的整个上身效果 也是属于那种偏向于比较紧身的 所以我很推荐给原身的朋友 就你穿上的时候就不会有大份宽松毛衣的那种 会有显胖的一个嫌疑 你可能就在搭配的时候 可能会需要规避一下 但这一件呢 你就可以在里面搭配内衣的时候 去搭配Push Up的内衣 尽可能的去显示你的曲线 整个人看上去就会非常的精神 非常的好看 就有那个立体度出来嘛 因为它在穿上身的时候 袖子然后腰部这边都是完全紧贴你的身上的 而且这件开衫还有一个 我非常喜欢它的点 就是它的这个拉链 是可以双向拉的 那我们就可以把下面的这个拉链拉上来 拉上来之后呢 整个衣服的线条就会有一个自然的展开的感觉嘛 而且你也可以把你的腰线提高 那我们在搭配的时候 整个灵活度也会高很多 你也不用担心说你到秋冬天 去搭配一件很Crop Top 然后很高腰的衣服 然后又无法跟你的裤子连接 然后你的腰露出来又很冷 那这种衣服就可以完美的规避掉 会漏风然后冷的问题 但同时呢 又可以帮你抬高腰线 整个人的线条也是很好看的 那像这一类的单品 我的搭配思路呢 也就还是说会去搭配一些普通的 比如说一些下装的裤装 那这是一个非常百搭的思路嘛 然后另外一个我非常喜欢去搭配的 也就是那种A字的半裙 它既可以与A字半裙形成一个很流畅的线条 那又因为它是一个受腰的设计 它的整个腰线也是在那里的 也不会显得你的比例非常的不好 那用这一类的上衣去搭配A字半裙的时候 我觉得整个出来的阔形 就是那个Shape 会比较大气 然后自然一些 又可以去凸显女性身材的一个魅力 而且这件衣服的袖子部分 也有一个设计亮点 就它这里是开叉的 那我觉得这个开叉 有一个我非常喜欢它的地方 就当你在穿着的过程当中 如果你要去洗手啥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直接把它翻上来 而且它是可以完完全全固定在你的手腕上面的 那你就可以自然的去洗手 然后吃饭的时候呢 也可以把它这样卷起来 那接下来跟大家聊的呢 也是Pattie Studio他们家出的裤子 那他们家这次出的这个新款的裤子 我也非常非常非常的满意 而且我觉得他们这次的这个料子 是我最最喜欢的 就它的料子摸起来是 有一定重量 有垂垂度的 所以你穿上身的时候呢 整个料子的线条会非常的流畅 会有一个往下坠的感觉 而且也因为这样的料子 它相对有重量啊 所以你在走路的过程当中 它不会是那种轻飘飘的 它会有一定甩来甩去的感觉 就比较像是我之前跟大家推荐过的 Joseph他们家的半裙的那个料子 在走动的过程当中 会更有力量感一点 那这条裤子它的整个版型 我觉得会更偏向于 比较像萝卜裤 就它在我们的臀部的那个地方 留有了比较大的空间 所以说我是非常推荐 给离型身材的朋友的 就你穿上的时候 不会有说臀部那边 比较紧绷的一个情况 但是呢 它相较其他萝卜裤的一个裤型呢 它又有一个地方 设计的稍微不一样 也就是它在裤脚的部分 不会像其他的萝卜裤 收得那么那么的紧 上身之后 它还是属于一个 比较直筒的状态的 就你穿上它 它也是属于在后腰这个部分 做了松颈带的 所以你也不用单听说 穿上的时候会有勒的情况 它会有一个比较自然的调节 而且也因为这个松颈带 我发现它有一个优点 就你穿上的时候 它会跟你的臀部那个部分 会比较贴合一点 会显得我们的臀部更翘一些 就不会说像很多的裤子 穿上之后 会显得我们的臀部有点塌 那这次的这个裤子 因为我非常喜欢嘛 所以说我就直接入手 他们家的黑色和米色 那黑色就不用说了 就是属于非常基础百搭 然后又耐脏耐穿的颜色 所以我想着重的 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米色 因为我觉得这次的这个米色 是属于比较惊艳到我的 它整个颜色会比较像那种奶油白 就是会稍微偏黄一丢丢的那种 因为其实这样的颜色 要比冷掉白真的要百搭很多 而且它不会像冷掉白那么的要求说 它一定要非常的干净 就像我们的小白鞋嘛 就是它稍微脏那么一丢丢 你就会觉得 哦 这个鞋子脏了 但是像offright的话 我觉得它的整个耐脏的程度 然后整个耐旧的程度 也要比冷白高很多很多 他们家这次出的这个裤子 我是非常推荐的 大家可以去试试看 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 是两款毛衣 就是我身上的这件 和这件黄色的毛衣 是来自一个品牌叫Zang的 那这个品牌的毛衣 我之前就有听说过 就是非常出名的那种类型 出了很多很好看的 法式的毛衣 先跟大家聊一下 我穿在身上的这件吧 我觉得这件 它整个颜色会相对而言 比较耐看 然后耐穿百搭一些 就它的整个款式 就属于这种圆领的款式 而且它的整个圆领开的比较大 这是我非常喜欢它的点 因为大部分的这种圆领开衫 就普通版的呀 它会出成是这样的一个圆领嘛 穿上的时候会比较死板 你在搭配的时候 可能就要花很多的心思去叠搭 才会让它看上去比较独特一点 但是他们家的这一款 不愧是走法式风的品牌嘛 就他们把领口这边 就开的会比较大一点 你穿上的时候呢 会露出这边的锁骨 整个人看上去会更加轻瘦 更随性一些些 那我先讲一下这个品牌 我觉得它毛衣的特点在哪些地方啊 我觉得它的整个毛衣设计 都是偏向于比较基础的版型 但是它在基础的版型上面 稍微做了一些改良 就让这个毛衣穿上的时候 会更加有法式优雅的风情 但它又不会说特别的浮夸 然后让你完全不能搭配 就是会很自然而然的 有一种法式慵懒随性的感觉出来 而且他们家的毛衣 我自己看了一下这个配料啊 就它的面料使用都是比较好的 比如说像我现在身上穿的 这一件乌霾蓝的开衫 是他们家的一个很经典的款式 颜色非常多 但我在选择的时候呢 就选择的是这种 比较适合我的乌霾蓝 我觉得这个乌霾蓝 就是属于很耐看 然后很低调 但是它穿上之后呢 又可以显得 我们的肤色比较好看的类型 它可以把我这个黄二白里面的 那个白调 就那个冷调给调出来一点 整个人看上去 会更加清冷一丢丢 那像这一件开衫 它的整个料子呢 就是使用了Baby的Mohair 也就是年轻版的 然后更柔软的马海毛 和年轻版的 更柔软的羊驼毛 所以说这件开衫 你在拿到的时候 你会觉得分量特别的轻 就是那种很轻 然后带有空气感的 但是穿上的时候又很暖和 那接下来另外一件毛衣呢 也是来自Sazan他们家的 那这件毛衣 基因我的点 其实主要在于说是 它穿上去 给人带来的一个氛围感 就来自于它这个颜色 和它这个毛衣的毛质 因为它就是马海毛嘛 而且是属于那种 很长毛毛的 就是很毛茸茸 很温暖的一个料子 那再配上这个亮黄色的时候呢 我们走在阳光下 整个就是金光闪闪 然后再加上那个长毛毛 会有一些雾蒙蒙的 很可爱的感觉 这是我当时 入手这个毛衣的原因 但是这里 还是要跟大家提一嘴啊 我觉得这件衣服 如果你要入手的话 真的就是为了 它的这个氛围感 去入手的 也就是它这个颜色 和这个毛质 但如果说你是希望 它是作为一个 很百搭的毛衣 然后你到了秋冬天的时候呢 还可以去作为叠搭 然后外面再去穿大衣的话 它可能真的 就会有一点点积累 为什么呢 其实主要就来自于 它这个毛质 因为它主要的料子 就是麻海毛 然后配羊毛嘛 但因为这个麻海毛 这种长毛毛的 就没有办法 它有个很大的bug 就是它会掉毛 所以如果你身上穿的是 属于那种羊毛制品 比如说像是 大衣的那种衣服的话 它会粘毛的话 它就会粘到 你那些衣服上 全部都是毛 会很不方便 所以我在搭配 这一类毛衣的时候呢 我就是会去搭配说 像风衣那种光滑面料的 或者说皮衣的外套 然后裤子的部分呢 我也会去搭配像这种牛仔裤 不粘毛的料子的裤子 或者说皮裤这一类的 我就不会说去搭配 羊毛制品的裤子 你会粘的到处都是 所以这个部分呢 就跟大家提醒一下 但这个衣服 它整个出来的氛围感 我实在是 太喜欢太喜欢了 所以还是跟大家聊一聊 那最后想跟大家聊的呢 是香薰 是来自一个品牌 叫Madelline 那这个牌子 其实我跟Tonger 已经接触了 有将近六年多的时间 像我们家 第一款的 他们家的这个金石香薰 这个不是金石 是火山石香薰 就是在六年前买的了 就是已经买了 很长一段时间了 但是因为这个牌子 它是一个 法国的香薰品牌嘛 并且是属于 那种超级超级小众的品牌 所以其实之前 如果要购买的话 是很难在电商上面买的 我们之间都是要 跑到纽约的那种 很小众的买手店里面 才可以买到这个香薰 所以买了这款 火山石香薰之后呢 就很长一段时间 我就没有入手 他们家的东西 因为你要 试香味啥的 都要到他们那个 很小众的店里面去试 才买得到嘛 但前段时间 我发现很多店商 就有上他们家的香薰了 所以我就立马入手 他们家的两款香薰蜡烛 那我先讲一下 这个品牌最吸引我 跟汤圆点在哪个地方啊 主要第一点呢 就是在于说 它的整个容器 和它的整个风格 就是走那种 铁器时代的 一个古朴手作感的 因为他们的整个容器 全部都是这种钢材 或者说铁器嘛 都是使用人工去打磨 然后去敲打 然后把它敲出一个形状的 所以你可以发现 他们的整个容器的 Shape 不会说是那种 很工整的 就是属于那种 很好看的一个手作感 那这个品牌 他们家的香味 也是我跟汤圆 非常喜欢它的一个点 因为我们家买的 第一款的 这个火山石香薰 当时选味道的时候 就选的是 他们家的一个 叫Darkwood的这个味道 我们现在已经 我这个味道 闻了有六年的时间 我到现在都依旧 非常的喜欢 因为他们品牌的香味 都是以大自然的 那个味道 作为基底的 但是又在那以上 增加了更多 悠扬 勾人的香气 我也不知道 要怎么去形容啊 就很像是 你走进了一片 茂密的森林 然后你站在那个悬崖上 然后就看着 那个广阔的大自然 然后闻着 那些树木的清香 这个时候 突然之间 飘来了一缕花香 就那种沁人心脾 或者说勾人的花香过来 就会觉得 妖娆的个不行 像他们家这个Darkwood 我当时第一次 闻到的时候 就是会显现出 这样的一个印象 那他们家的这个火山石香薰 也是我最推荐的 他们家的一款产品 然后后来也出了 金石香薰 这次我们去西雅图嘛 然后我们西雅图的朋友 他们是刚刚搬进来 新家就新买的房子 我就想说 选一个什么样的 housewarming的礼物给他们呢 当时我就选择的是 他们家的那个金石香薰 我也是想要尝试一下 他们家的那个金石香薰嘛 然后选了另外一个味道 也非常非常的好 我会把那个味道的名字 打在下面 所以我觉得 他们家这个金石香薰嘛 或者说火山石香薰 都是非常适合去作为礼物的 因为我一般在选礼物的时候 我都是希望说 这件单品 它是真正 真正有实用价值的 而且可以给这个人 带来一定的情绪价值 然后又会比较独特 再加上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我不希望 它是属于消耗型的 就是属于那种 可能用一下就没有的 我希望它可以 一直的待在这个人手上 然后它可以一直不停的使用 这样我的心意 才可以很长时间的 能够传达到 我朋友的心理嘛 那另外再跟大家讲一下 我最新入手的 他们家的一个香薰蜡烛 这个是我自己忙买的 因为他们家的香味 我们之前在那些 买手店里面 也都已经闻到过了 基本上没有我会踩雷的 那这个香薰蜡烛的味道 有两个 一个是黑色阿富汗 另外一个呢 是四川 这个黑色阿富汗这个味道呢 我觉得就是属于那种 香热而言 其实还蛮常见的味道 比较像是我之前 跟大家推荐过的 那个2222 Studio 他们家的香薰 就是那种烟熏的 老木头的味道嘛 这个味道 我觉得如果是你第一次尝试的话 其实可以不用先入手 这个味道 你会觉得不是那么的独特 另外一个 这个四川的味道 是我最推荐的 那这个四川的味道呢 它里面是有佛手干 然后有绿茶 还有黑胡椒的味道 整个调节起来的时候 我觉得怎么说呢 就作为一个四川人 你会觉得你一系有闻到过 但它不会带给你 回忆的感觉 不像是比如说 枝子花 这种很独特的味道 一下子能够把我抽离到童年 然后小时候路边的枝子花 那像这个味道呢 我觉得它比较像是 一个老外 然后到四川去旅游 然后它带着一些 它自己的经验 所调制出来的四川的香味 所以作为一个本地人呢 当你在闻到这个味道的时候 你会觉得说 你在看一个外地人 去讲述 他对你所熟悉的 这个城市的一个感觉 但是这个香味 我又是很喜欢的 所以它的这个名字的四川 我觉得在念的时候呢 就应该念成 老外那个发音四川 那如果大家要我推荐香味的话 排名我第一个还是要推荐 我们六年前买那个Darkwood 第二个就是这个四川 第三个才是黑色阿富汗 主要是跟大家暗利 这个牌子 大家可以去诚实一下看看 那么好了 这就是我今天的一个购物分享 算是一个插播吧 然后希望你们喜欢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